吴亦凡刚爆红那会儿那是神言天神般的存在 或许是网友都没见过这种长相的男孩子吧 但谁能想到在30岁的年纪 一下子就从顶流变为了人人寒打的阶下球 在开场所里的滋味不好受 人设崩塌事业没有了 但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 吴亦凡在娱乐圈也是有三个铁杆好友的 他们分别是陆寒 王子涛 杨子 首先来看一下陆寒的态度 有部分网友一直觉得陆寒和吴亦凡的关系这么好 是不是也应该查查陆寒呢 对于吴亦凡被抓众多网友也是在陆寒的社交平台下留言 但是陆寒本人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 只不过此事对于陆寒的冲击也是挺大 两人合作的单曲咖啡也因为受到牵连而找不到了 而第二个受冤犯的就是黄子涛了 黄子涛和吴亦凡在韩国一起出道的时候就是好兄弟 在出机场的时候有网友询问你怎么看吴亦凡的事情 看得出来黄子涛当场有些生气 自己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脚步 而他的助理则是对着网友喊了一句 闭嘴 估计黄子涛自己也是不好太回答这件事吧 一边是自己的多年好友 一边是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踩吴亦凡一把 给社会大众的观感是不是有点落井下石呢 所以说暂时不表态才是最好的选择吧 除了陆寒和黄子涛之外 吴亦凡还有一个女性贴感好友 就是杨子了 两人合作的青三行可以说是曾经引发了极大的热议 但现如今的杨子估计再也不想提青三行的事情了吧 想当初在发布会的现场 杨子和吴亦凡因为投缘甚至还因此结拜了 只不过吴亦凡出事了之后 杨子也是眼旗息鼓了起来 未对此事发表非常明确的态度 所以说在娱乐圈的讨生活就是如此 一旦人设崩了 更多好友也会受牵连 不知道吴亦凡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呢